历史上真实的冷宫生活是怎么样的 其实冷宫并不是一个被冻得多里多索的地方 冷宫真正的冷 不在于身体上的冷 而是新冷 被打入冷宫 就意味着你是一个被遗忘的人 是一个可以被人随意践踏的人 哪怕你前一天是高贵的皇后 今天 你被打入了冷宫 你就是强倒众人推 破骨万人垂的玩意儿 吃得不如猪 睡得不如鸡 尊严已经碎了一地 这种从天上摔在地下的感觉 才是冷宫真正的冷 不过从古至今 任何一个皇宫里 都没有一个专门的地方叫做冷宫 千万别把它想象的 和三宫六院里是一样的 它可以是皇宫里 任何一个废弃的小房子 面积甚至没有马卷大 没有任何宫女伺候 没有任何生活用品 只有一把稻草 冬天冷得要命 夏天可能就热得要死 在电视剧中 我们看到的一般是后宫的宫斗 地位卑微的妃子 被得宠的贵妃打入冷宫 或者得宠的妃子得意忘形 尾巴翘到了天上 触犯了龙颜 被皇上打入冷宫 在后宫之中 没有什么法律可言 大家都是一家人嘛 都是皇帝的女人 即便犯了错误 也不可能随随便便地 把人处死 而冷宫 就是一种变相的监狱 让你在这里 过着囚徒般的生活 慢慢地被折磨至死 历史上 妃嫔被皇帝 贬为数人的极为罕见 一般只会废除封号 降位为低等级的妃嫔 就算被贬为数人 也会被幽禁 在一个阴暗的小房子里面 跟囚犯没什么区别 不会让他出宫的 妃嫔被打入了冷宫 就如同从天堂跌进了地狱 没有人关心你的死活 曾经的豪华生活 已成过眼烟云 现在整天面对的是 破败的小房子 冬天没有炭火 夏天没有冰块 房间里面阴暗潮湿 一时住行各种条件 都极其恶劣 生活条件甚至赶不上 宫中最低等的下人 有时还会遭到 曾经的仇人暗中使坏 而遭受虐待 每天的洗脸洗澡 也都是不可能的 便筒都是由太监 从一个小窗口递出去 头上长狮子 也是很常见的事情 因为见不到阳光 还没有自由 常年生活在阴暗的环境里 精神自然就会出现问题 明清两朝的紫禁城中 冷宫并没有具体的地方 只是个笼统的名字 并没有具体 指哪座宫殿就是冷宫 也没有冷宫的匾额 冷宫也不是 某一处宫殿的正式命名 根据明清的文献记载 作为冷宫的地方 有好几处 其中明朝万历皇帝的王公妃 被幽禁在东西六宫中 最偏僻的锦阳宫 明朝天启皇帝朱游孝的 成妃李氏 因得罪了魏忠贤 而被幽禁在玉元西面的前夕 光绪皇帝的真妃 被慈禧关在景气阁北边的 北三所 因此说 关进妃嫔的地方都称冷宫 一般都在比较偏僻的地方 如果见不到皇帝 这些被打入冷宫的妃子 自然也就没有翻身的可能了 不过在电视剧里 主角光环打得好 妃子被打入冷宫后 能回宫的有不少 但事实上 被打入冷宫的妃子 如果没有什么奇迹出现 经过这样的折磨 是很难有人 能够活着走出冷宫的 我举几个历史例子 大家参考着了解下 汉武帝第一任 皇后陈阿娇 陈阿娇的前半生风光无比 可是随着汉武帝的 全世日渐巩固 根本不需要 管桃公主的帮助时 阿娇的好日子便到了头 一方面 她的确是目中无人 另一方面 也的确是手段欠妥 面对汉武帝宠幸的魏子夫 她竟然动用巫蛊之术 挽回皇帝的心 结果被武帝一怒之下 安置在长门宫 这就是阿娇的冷宫 因为她的身份特殊 娘家背景强悍 所以物质待遇还好 但是精神折磨并没有少 当年武则天将萧淑妃 和王皇后囚禁的冷宫 那才叫一个惨 只不过是一间小土屋 屋里什么也没有 就是一些稻草铺在地上 屋里又黑又潮 充满恶臭 吃喝拉撒睡全部在这里 墙上有个小窗户 只有送饭食材打开 而且只能吃太监 吃剩下的残羹剩饭 明孝宗朱又成的生无己事 偶然被明宪宗宠幸 怀孕后被万贵妃赶到安乐堂 一旦太监宫女都很同情她 帮她瞒住了孩子的存在 孝宗六岁以前 一直在安乐堂生活 岂时更是如此 相对而言 安乐堂就是他们的冷宫 虽生有皇子 却无法逃脱悲惨的命运 明宪宗的吴皇后 与万贵妃斗法失败 也被万贵妃幽静 万贵妃这女人真厉害 明孝宗的妃子张氏 因宠幸而怀孕 但凤圣夫人刻是不满 张氏预产妻道了 却依旧没有生子 于是她诬告张氏欺君 张氏被废后 住在宫墙的过道吉家道中 风吹日晒雨淋 没有吃食 不久就被饿死了 虽明家道 却是冷宫 虽怀有龙寺 却一样被灭杀 离我们最近的光绪帝的爱妃真妃 与慈禧太后斗法 失败被幽静 她住在皇宫东北角北三所 每天的饭菜 都是从小窗中递进去 逢年过节 慈禧太后派人来训斥 真妃跪厅 后来估计慈禧也不耐烦了 直接派人把真妃扔进了井 结束了冷宫的生活 其实就算真妃不被杀死 但在冷宫中受到如此摧残 身心都受到如此重创 也是活不了多久的 这些妃子就是生安这个道理 所以才宁愿自尽一聊百聊 而不愿被打入冷宫 综上所述 关于真实的冷宫生活 请不要相信电视上那些 被关入冷宫的妃子 最后又翻盘成为皇后的故事 我们几千年的封建皇朝历史 你见过哪个皇后 是从冷宫翻盘呢 不说没有 反正是少之又少 就算汉武帝时期的皇后陈阿娇 她背后的政治势力 大到汉武帝都非常忌惮 但是在她被贬打入冷宫后 一样没能翻盘 重新恢复皇后之位 所以说 后宫斗争是极其残忍的 可谓杀人不见血 一步走错 就是万丈深渊 想重回巅峰 简直不可能 进了冷宫 跟死没有什么区别 孤独终老 已经算是最好的结局